秦桧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,残害忠良,怯弄果饼,斑斑劣迹,可谓家喻户晓,宋高宗赵构,南宋主和派的最大支持者,以之既提守闻则有余,以之拨乱反正,则废弃财也。 宋使将他定为中兴守城之明君,皇帝和大臣第一时间都主张议和,南宋的屈辱求全早已是定局,然而无论是秦桧还是赵构,早年都是坚定的主战派成员,是什么让他们转变了心态? 促使南宋采取不抵抗政策呢?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热血青年,巨不屈服,靖康元年,1126,金兵围攻北宋京师开封府,因为宋亲宗召还的反复横跳,导致兵败成破,宋亲宗不得已,以割地赔款为代价,屈辱求和,就在赵氏亲王们都在谈金色变的时候,宋亲宗的九弟赵构主动请英前往金营,并展现了自己的豪迈热血。 尚不满20岁的赵构丝毫不惧眼前的完颜宗旺,哪怕此人曾追尽辽地,公婆开封,被扣留在金营十余日,赵构都是一副处变不惊的态度,哪怕是金营突然被宋兵袭击,完颜宗旺结问赵构。 都没有让赵构有所动摇,而同行的大臣张邦昌早就吓得跪在地上祈求宽恕,完颜宗旺认为宋朝的皇帝都是耸祸,没想到竟还有如此刚毅的亲王,认为赵构是假的并把他放了回去,在未来是南宋第一奸臣的秦桧此事还并未得志,在家乡做私塾先生的他并不满意清廷的生活,抑郁改变而走出家乡。 这样急功近利的心境,可以解释日后秦桧为了生存和富贵而不择手段的很多行为,在正合五年1115,秦桧尽是极地,补为密州教授。 后任太学学政,能在国立最高学府担任教师,掌执行学规,考校训导,可以说在后世都没多少人有这样的资格,若不是突然的战士,秦桧也不会把握良机突飞猛进,金兵第一次包围京师,秦桧坐不住了,上书军机四世, 认为哪怕是投降,也应该有利有劫,不愿国破家王,在人人言和的朝堂上,秦桧的发言可谓是一股清流。 然而不知道,宋亲宗是相信了秦桧能有法子,将原本谈妥的割让三镇,改为割烟山一路之地,还是打发主战派的秦桧离开自己。 他将秦桧委派给了要去割地义和的张汪昌,秦桧不干,三次上奏请辞,倒是没见到日后与他狼狈为奸的照够的高光时刻,国破家王,谋求义和, 宋还是亡了,靖康二年,一千一百二十七,宋徽宗、宋亲宗被被拘走,国破家王,秦桧与赵构的内心都发生了转变,总是一下子全被掳走,只剩下躲避金兵锋芒的赵构了。 他跑到了南京应天府称帝,改元建延,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,然而在金营转了一圈,仿佛消耗光了赵构二十年培养的勇气在应天府即位后。 赵构又跑到了扬州,等于是放弃了中原,打算在南方偏安,一如当年的东晋,赵构这一跑可没完,在金军的压迫下,赵构一逃再逃,还曾漂泊海上,要不是有吕一号,张俊,韩世忠,刘光世,张俊等人秦王,赵构可能就死在刘王的路上了。 复辟的赵构表面上任命岳飞,韩世忠等人积极备战,但他早已没有年轻时,那股出生牛独不怕虎的热血,尤其是赵构见到了从今逃回来的秦桧,两个最想投降的人完成了这场史诗集会面,决定了日后不抵抗政策的总基调。 静康之始时,慷慨复国难的宋高宗赵构,为什么称帝后,就变成了赵跑跑,南宋开国之君宋高宗赵构是诸事皆能,独不能为君的宋徽宗赵极的第九个儿子,史书记载他英明神武,勇而敢为,有一组,赵匡印,之风,天资聪颖,博学强技,书法也颇有成就,还体质强健,以两囊各柱虎米,两臂举之,行数百步,人皆害福,能晚宫一时无斗, 已经达到了精锐进军的选拔标准,可说是文武双全了,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文能武,有赵匡印之风的皇帝,不但没有力挽狂澜,一血静康之耻,也没守住继位时的国土,反而是未今如虎一路难逃,甚至一度逃往海上飘荡了四个月之久,成了独一无二的海上皇帝,为什么史书记载中英明神武中心宋朝的赵构,前后表现反差如此之大呢? 下面就通过不同史料的对比佐证,透过历史迷雾,看看宋高宗赵构身上被掩盖的真相,静康之变前的赵构,是一个太平王爷,封号康王,什么也不用操心,就一个字,完! 宋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,公元一千一百二十五年,金国鱼灭辽当年,分东西两路亲送,宋徽宗匆忙善未将锅甩给了太子宋亲宗赵还,这烂摊子为父搞不定,交给你了,宋亲宗赵还逼不得已继位后,也没什么御敌良策,再战,和,守,陶之间摇摆不定,静康元年,公元一千一百二十六年,正月初期,金国东陆军兵临汴京,开封,城下,由于汴京城高墙后,金军联 连续攻打几个城门不下,于是攻城卫下攻心卫上提议与宋朝一和,一和条件是,宋朝支付黄金五百万两,白银五千万两,卷采个一百万匹,牛马驴罗等个万头,并搁太原,中山,河间三镇之地,还要亲王和宰相为人质,如此,世子大开口,是个正常人,肯定不会答应。 但是宋亲宗居然,他居然答应了,既然已经答应了,三镇之地放那不会跑,金银也好说不够就搜刮,下面就是派谁去当人质了,既然是要亲王,那一直窝在家享乐的康王赵构也就该登场了,三朝北蒙汇边,上赵诸王,谁肯为阵行?康王越刺而尽,请行,越出未刺,主动请行。 临行前,还向宋亲宗密奏说,朝廷若有便宜,无以以依亲王为念。 密奏也就是说,就俩当事人知道,出发之前,少宰张邦昌惧怕的眼泪鼻涕都下来了。 康王赵构凯然道,男子汉大丈夫哭什么?张邦昌羞惨满面,这才不哭了,建言以来西年要路,康,王慷慨请行,总之一句话,赵构毅然决然,大无畏地主动站出来,请求前去金银为至,一个有为青年的形象顿时跃然指上,当时负责汴京防守的明臣李刚在, 靖康传信录中记载,正月初三,夜露二谷,道君太上皇帝,宋徽宗,出通金门东下,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,帝姬,公主,等相续以行,是从百官往往前顿,皇子,帝姬皆流域沿路周线。 后文贼,金军,退,多贤规者,金上皇帝,康王,方在康底,彼同少宰张邦昌,为至于金人军中,靖康要路,和三朝北盟汇编,关于皇子出城的记载也是一样,意思就是,正月初三夜里,宋徽宗成船出城逃亡了,随后他的皇后和皇子公主们,听到消息,也跟着溜了。 也就是说,围城期间的汴京城里,只剩下不受宠,没得到消息的康王,和后来替换康王,为人质的宿王,这两个倒霉亲王了,既然只有两个人,那康王既不可能越次而进,也不存在主动情形。 因为他是唯一人选,是汽车宝帅的那个车,为什么这么说呢?且看记载,宋使,亲宗赵帝,赵购,御旨,抵康慨请刑,靖康要路,又令中贵隐皇帝康王,赵购,传宣, 康王说国家有急,死亦何必,说得很明白,是宋亲宗派人赵赵购点名让他去的,因为排行老五的肃王,和排行老九的康王赵购,身份地位不同。 肃王的母亲王贵妃受宠,肃王的清歌运王又是宋徽宗最喜欢的儿子,受宠到一度想立运王为太子,而赵购的母亲为氏,只被宋徽宗临幸过一次。 好在他肚子很争气,一次就生下了赵购,也因此才封为宛容,不过离成为妃,还差老远距离,更别说地位更高的贵妃了,所以赵购也并不受宠,两人一对比肃王自然要尊贵得多,让肃王去了,等宋徽宗回来咋交代啊? 不用说也是让赵购去当人质,所以才有了宋使和靖康要路里宋亲宗令中贵,皇帝的晋臣,宦官,赵康王来御旨,因为宋人质方肯定不会傻到宋含金量高的人去当人质,当然是派无足轻重的人去啊,所以赵购对自己出使该是有心理准备的。 见了宋亲宗后他,即便真的慷慨请行,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无可奈何,赵购报的心态是,反正也是要去,还不如表现得大方一点,只是当人质,等履行完合约,不就可以回来了吗? 于是,赵购和同样倒霉的少宰张芒昌,就这样被内定去了金营当人质。